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所谓的各个地方都有所谓的蓝绿基本大对决 那另外呢在大家这次选举所注目的首都市长之战 虽然说是两个不是全 不能说是全政治素人 但是这场对决呢 有人说是在身份上的阶级之争 有人是说这是白色的利昂 到底这场选战会不会有一些的改变 有人说它是一个新政治新价值的一个 一个翻转的一个世代 但是我们今天晚上呢 要透过现场的学者专家 我们一起来讨论 到底这场的九合一大选 可能会带来哪一些的影响 实际的一个评估 是不是如同各个政党 他们所估算的是这样 首先我要介绍在我左手边的第一位是 中芯大学民调中芯主任 袁赫林云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要介绍的是 中山大学政经系主任 新春林兴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要介绍是 台湾安全处境会的会长 陈茂雄 陈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最后介绍是 前中正大学政事系主任 谢敏杰 谢老师 主持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 选前最后一天 以前我们在台湾的传统选战里面 看到这个选前最后一天都是吹票 今天在台湾的首都 在首都的台北市长之战里面 蓝营是动员凯道 那柯P呢是所谓的音乐会 那到了这个选前之夜 到底能不能再吹出更多的票 这是关键 来看这段陛下 用力推写着蓝绿对立 贪污腐败和撕裂等字眼的高墙 运生而到 选前24小时 武党及台北市场候选人柯文哲 再度宣示 要走出百色巨塔 推倒所有高墙 打破蓝绿对立 就从台北开始 解除意识形态 对立的架售 开放政府 群民参与 公开扣评 让我们实现公平正义 one city one city 柯文哲强调 想不一定会成功 但不想一定不会成功 只要努力做就有机会 柯文哲总部前已经搭起舞台 选前之夜不走传统的造势活动 而是举办音乐会 选前最后一天 对手连胜文在台北市场 郝龙斌陪同之下 在市场扫击败票 把我们拉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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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所有人来帮我们加持 只要大家都肯帮我们去拉票 我相信我们一定胜算在握 林盛文未来规划的市政核心团队 找来前台北市副市长欧敬德 嘉义市长黄敏惠 以及前内政部长李鸿源 林盛文说 未来还会有现任北市府的官员 希望市政能无风接轨 选前之夜选择在凯道 举行盛大的造势活动 希望追出更多血票 在这次的选战之中 台北市长 首都市长的选战 应该是最受媒体跟外界关注的 首先我要请教的是新老师 有人说在这场选战里面 您觉得说 是不是有打出一些新的价值 或是说让台湾看到 有些新的政治的反转 有这样的情况吗 从刚刚的VCR 我们可以看到 柯文哲他的这整个竞选团队 虽然就是说 他自己个人在 以蓝绿板块来看 他是比较接近这个绿营的 但是他在整个选战的 这种过程当中 他的诉求一直都避开 以蓝绿这样子的 这种议题去打这场选战 虽然说我们讲 超越蓝绿不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他确实也是 台湾社会长期以来 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梦想 所以并不是柯文哲 个人就没有绿的这样意识形态 而是我把绿的意识形态 放成我第二层处理的一个议题 现在把大家共同所想象要的 未来台湾拿出来 作为浮现出来他的竞选政见 所以在这样的诉求之下 他确实是跟过往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说 选民支持柯文哲 有多少比例是回应这样子的新诉求 有多少比例是回应反蓝 这个部分又是在选民的这个部分 所以候选人尝试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然后选民又是以哪一点的 这样子的这种思维去回应候选人 当然我们更要去考虑的就是说 候选人跟背后两大政党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可以看到台湾社会 在这一次台北市长选举里面 他确实尝试做出一些的改变 只是说这个改变能够持续多少 未来是否真的能够朝这样子的这种发展 然后继续走出下一步 这个就看我们整个社会 未来下一步是怎么样去选择 好了 我们最近是可以在这次的选战之中 可以说看到两军在网路上打得驾天响 但是我们也知道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 如果你单单看网路上的一个反应跟回应 很多人会觉得说 柯P应该是胜券在握 但是陈老师您也长期观察 这次左右的选情 那您觉得是说 在这一次的这个网民的一个回应 真的可以等值所谓的选票吗 网民大概都是年轻人 他绝对没有定义的选票 跟选票差距来太远 那这一次呢 应该说是年轻人反连胜文 反连胜文呢 主要原因是跟现在的经济有关 很重要 因为以前连战都没有人讲说他是权贵的问题呢 为什么到了连胜文呢 就有权贵的问题呢 因为大家是以前是生活安定 举一个例子呢 我拿到协位的时候呢 我工作多多 我不晓得要挑哪一个工作你知道吗 以前 那是要好好找你要教授喔 因为我有好几个 而且我已经在教师教了好几年喔 那科学延期的话呢 还一直在征采 还在写信到那个我家去 你想想看那种情形喔 我会不会想一想说 连战你是权贵 你是权哪里来的 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现在年轻人有的时候很多年轻人 他觉得他自己很优秀 他觉得很优秀啊 他真优秀他逼在说 你年胜文你还比较差 为什么我再找22k 你是开名车 住豪宅 还可以选台北市长 所以等于说那个社会问题 只要了经济不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那个年轻人 那个网民呢大概都是年轻人 那年轻人不喜欢连胜文 因为年轻人他觉得说我比你强 那你只不过因为你是你的家事 你的一个钱贵 你的钱贵后代 比方说你有这个机会 我是一般的人民 我很优秀 我比连胜文更优秀 我没有这种机会 所以他就不喜欢 但是呢网路跟选票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们这里有民调专家 我们这个民调 没有人就用网路做民调 这是外行人 因为网路你可以随便怎么灌都可以灌的 一个人可以灌很多 民调本来要被动征刑的 没有说我主动去灌 网路都是一个人可以灌很多网路的资讯 所以网路那个的反应跟那个审票 还差了蛮远的 那回头来说了 那很多人就会说 那是不是柯P这个都是属于空气票 空气票 那所以说我们就回到 这所谓的民调的这一部分了 回到民调的这一部分 到底柯P这个所谓的 不管你是从网路来 或是说大家在强烈的推文 这些在网路上所进行的 但是这跟基本盘 比如说国民党强打 基本盘跟组织在 这个真的对打起来 袁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如果说 我们要从这个民调上来看这个结果 那当然可以看得出来 柯P是气势如虹 但其实上刚才就像主持人您所说的 我们在做民意调查的时候 有很多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的选民 那这个没有办法接触到的选民 就是晚上打电话 他可能不在家的 那一群人那个叫做学生 一群人呢 叫做所谓社会上的一些精英 或者是所谓组织票的这种社会精英 那这些人他是没有办法被接收到的 所以因此在民调他所反映出来的 应该是一般台湾社会中产阶级的意见 但是这个中产阶级的意见 并不等同于组织票 或者是年轻族群的选票 所以就刚才您所说的 年轻族群可能他会反连胜文 他可能会反因为连胜文是权贵 但他是不是真的把他的反对 落实到他的选票上面 我想这个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因为他并不必然 直接的可以转化成选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说 选举最后的结果 不是只有靠年轻族群 不是靠中产阶级 可能靠国民党 还有很多的组织票的动员下的结果 也许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在台北市的这次的选举 其实大家都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从民调的角度 从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治的这种各种不同投票行为的角度 都是值得观察 不过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知识苛批的人 未来我们要考虑的 他到底是泛蓝的知识者去投他呢 反蓝的知识者去投他呢 还是真正跨越蓝绿的选民去投他 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 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又要回到所谓的台北市长 或去历次的一个选举结果 我们要来看的是 这一张图卡 过去其实整个 不管是从1994 1994年的 陈水扁 黄大洲 以及赵绍康那时候开始 其实选的最好大概是1998年陈水扁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市长历次选票的结果 所以大概是1998年陈水扁那一次 他得过就是 45%多的选票 那大概是所谓的 绿的一个基本盘 冲到最高的时候 那当然了 不管你后来是谢长廷李应援 或者是你这次整个 包括那个其他人 你看跟那个 好龙斌对打 大概 就40几 40 顶多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一次 所以一般都会说台北就是一个很难撼动的 它就是一个蓝大于绿的城市 相当难撼动 那这一次 谢老师 您在看真的这个蓝的基本盘是肩不可破吗 基本盘跟中间选民是这一次非常值得观察的可能的板块的移动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民主政治的真实价值应该是就是国泰民安 乌乎民盟 像当时说要找大陆很好做嘛 但是过去我们看到说台湾很好的条件 两党对立的这个结果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会让双方的这个基本盘其实是下跌的 那我们看到 对于这个两党的这个满意度其实下跌 不满意度高 那这个表示说 表示说未来 大家这个可能是会转移投票 不选党或者是选议题不选党这个部分 会这个增加 那这一次呢 尤其是透过这个网路平台的这个部分 更能够比较积极的这个动员 20岁尤其是20到40岁这个部分 40岁以上有啦 但是相对的这个比例比较少 所以这个部分 但这个部分的人口 目前大概是三分之一 那这个部分以往投票率比较低啦 那以往这个年轻选民 因为不是很关心政治 所以90%是跟着父母亲或家人投票 那这一次因为经过太阳化学运之后 是有怎么样的改变是很值得我们观察 不过呢 那个网路平台 已经击败了很多政府 不管是独裁或民主 只要经济没有做好 独裁的政府就垮台 民主的政府就轮正 所以这一次如果说 我们这个基本盘 因为它还存在嘛 只是缩小 那个差距领先 不是那么多的地方的话 那加上候选的因素 如果差距不是那么多的地方 这一次是有可能有改变 那台北市是因为 就是说国民党的这个基本盘很强 那这一次是不是能够越过 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观察的 好 其实我们知道说 过去台北市长历届选举 不管是2006年 郝龙兵对上谢长廷 双方差距是12.92% 大概16万票 那去这2010年 郝龙兵对上苏贞昌 虽然那一次苏贞昌也打得很 也要打出快乐的 这种形象这种感觉 但是其实那一次 一样也是差了十几万票 也是差了十几万票 所以我们一直就对于台北 大家可能外界会对于台北 是属于这个基本盘 特别是蓝大于绿的基本盘 我觉得这个印象 会觉得说要破很难 欣老师您觉得呢 这个还要搭配2006年 跟当时候2010年的 这样子的这个整个大的气氛 例如说2010年当时候的 这个苏贞昌的这个处境 或者是2006年当时候 扁政府第二任期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刚刚谈到网路 我觉得还有一个 要注意的一个事情是 我们目前的电子媒体 跟平面媒体 其实有一大半是跟着网路在走 所以即使网路世代看起来 很可能例如说 比较主要的使用者 是到50岁以下 但是现在50岁以上的 网路使用者其实也蛮多的 尤其我们去看脸书上面的 这个许多使用脸书的人 其实已经不局限在 所谓的这种青年时代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电子媒体 跟平面媒体的议题设定 它会容易跟着网路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对于那个 我们选民的这个普遍影响 其实是还蛮大的 而不局限在 我们之前认为的 它单纯只是某一个 年龄世代的一个问题了 一样您新老师就觉得说 透过电视这个 最普遍的大众娱乐 最普遍的这种大众娱乐工具 其实还是一样 网路上的议题是可以 透过电视它去放大 以至于可以传递到 民众的家里面 不见得说只限说 会不会上网这个部分 谢谢老师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就是 因为基本盘 台北市基本盘的问题 所以这次绿军 知道他推出来也不会赢嘛 而且事实就是说 对于一部分的选民 要直接游览转绿 有他的困难 那这一次给五党级的空间 就在这个地方 第二点就是过去还是对抗嘛 还是传统那种对抗 但这一次呢 柯P事实上比较没有支援 但他没有支援 他打了一种价值战嘛 他就是说 因为过去台湾的一个 很一个现象就是 正向的谈很少 负向的很多 然后真实的办法很少 虚幻的这个口水非常多 但他这一次显然就颠覆 他靠的这个价值 能够这个串起 不过我又讲回来 就是说 因为台北市的这个 基本盘的这个结构 国民党一向领先很多 所以这一次 我是很值得我们观察 就是说 这一次的这个网路的平台 是如何的能够这个 发生它的多大的作用 所以您觉得说 这一次的选战 其实也蛮值得 在一个政治部分 包括一个政治学的 这个区域里面 去做一个观察 好 那我们也来看看 那除了台北市之外 九合一二十二县市的 蓝绿字选情评估 根据这个 苹果市日报的最新报道 国民党自评 它有八个县市 它是稳定领先 新北桃源 新竹县新竹市 苗栗台东 金门马祖这不用讲 那民进党自评 他们有八个县市 它是稳定领先 基隆宜兰台中市 云林县 嘉义县台南市 还有高雄市平东县 那选情胶着的部分 恐怕两党各自都认为说 两军好像到已经PK的状况了 比如说是台北市 台中市 还有彰化县南投县 云林嘉义跟澎湖 我们看到最近在这个 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 去中部应该去去 要十几次了 十几次了 就是秘籍 那民进党喊出要翻转中台湾 袁老师您觉得 中台湾这是容易翻转吗 当然这个蔡主席到了台中中部 确实次数非常多 而且不是人到 声音也到 他透过很多很多的方法 而且特别提出来 所谓的区域要联盟 区域合作的这种方式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这象征着 这个绿军可不可以 从南部往北推进 所以中部是变成 非常重要的一个决战点 所以他们非常自信 也很乐观 那从一开始 以台中市为例 当时林嘉隆 声势持续往上攀升 所以也提供了 他一个契机 所以他们认为 台中市是稳赢的 其实到目前为止 可能因为各种 不同操作的结果 已经到了PK战 那云林也不见得 他一定会取胜 那南投他这个地方 是情况胶着 他们希望能够透过 所谓区域联盟的平台 可以让他占领中台湾 这是他的战略策略是对的 但是会不会成功 可能还是需要 进一步的深思 所以如果像陈老师您看呢 这个情况有像 民进党所评估的这么稳吗 特别是像台中市 你如果用10天前 就算计10天前 民调封关那时候来看 是民调是民进党赢的很多 相当多 那事实上这几天的话呢 一直拉近 那拉近的话呢 那有一个原因呢 台中这个地方的话呢 事实上国民党的票 就是政治意识的这个票的话呢 并不多 大概都是人脉的票 那人脉的票呢 就是人际关心的 它去拓展 因为以前呢 老了台中市 以前的台中市 民进党曾经有一次执政 就是张文英 但是那阵不是民进党接政 张文英选举的时候 他公共是国民党的大派系 他把国民党都拉过来 就像陈敏文那种情形 台中市民进党也赢过一次 赢过一次呢 那阵是哪 那红牌到黑牌都退一的 那两个票差不多差不多 1997 除了这两次以外呢 民进党从来没有赢过 那因为台中的地方呢 那个国民党他这个人脉是相当强 那最近的话呢 那民调林家隆会非常高呢 那个几个因素呢 第一个因素的话呢 那个胡志强的话起跑太慢了 他又在台中是当了13年 这是他比较弱了 另外一个呢 那个在原来的台中线的话呢 他是很陌生 但是他身体又不是很健壮 可以跑了很多 那尤其是黑派 黑派有的人对国民党不满 因为这个是有很多那个恩恵 因为袁钦彪的话呢 去坐牢 那坐牢的话呢 只要马英九 要你帮他一个忙 就特别会按 他就过关 马英九并不愿意搬 所以他当初有黑派呢 有一些人的话呢 要窝离环 那最近袁钦彪又来去安护 所以等于说 黑派要稳定下来 红派跟黑派的话 又有点弹劾 那最近呢 他那个人脉又在紧缩 又开始是拉紧他这个人脉 所以目前 至少假如现在做民调呢 我敢保证 不会像 那封关以前那种民调 不是这种民调 所以那个民进党呢 他还要很辛苦 如果要赢的话 还是蛮辛苦的 因为这种人脉的话呢 是国民党是蛮强的 好 我们也来看一段BCR 来看看这个胡志强 跟林佳龙在选前的最后冲刺 选前最后一天 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 林佳龙精神饱满 对29号的投票充满信心 不怕选前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 公共建设和政策一直放力多 同样一个报纸打开 有八个广告 然后用市政府这个局处的名义 登广告 那个都是人民的纳税钱 我想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林佳龙批评国民党候选人胡志强 选前政策放力多 他表示相信选民的眼睛雪亮 上午车队扫街 主攻台中市海线杀戮无期 至于胡志强还是维持一贯老神在在的态度 相信自己一定会赢 这两天大概只有六个小时 还可以睡哪 还睡得蛮好的 我知道我会赢 你跟着我出去走走 你都看得出来我会赢 选前倒数不到24小时 台中市选情呈现五五波的拉锯 国民两党候选人全力冲刺 希望赢得最后的胜选 好的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台中市长的选战 其实是相当的紧绷 那对民进党来说 他到底有没有办法从左水溪跨越过到大安溪 台中市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块 那所以这其实有关系到2016 所以这场的选举其实又跟2016的总统大选 有着一些牵动的关系 待会继续回到现场 我们要来讨论 台北捷运杀人事件后 他最喜欢的东西是亮亮的一块钱 他喜欢换那个一块钱 因为一块钱他就说亮亮的 有数学天分的他 每天带着计算机啪啪照 不过当他沉浸在数学世界的时候 千万不要打扰他 不要不要不要 张敦姐快点 过去24年来 淑芬经历过许多教养上的难题 只要为了儿子好 他总会想尽办法去达成 要念大学 我一天大概要念大学我很踹 我心里想他要怎么考试 敦姐能够适应大学生活吗 书分的乐观和毅力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今天晚上九点 当雨人遇上太阳妈妈 就在公视频道 谁来晚餐 欢迎继续回到南部开港 台中市长胡志强在过去曾经 愿意再度披挂国民党的招牌 出来参选的时候 很多人会说 哇再做下去真的是太久了 再做下去大概就是17 这一任如果再让他当选 做下去就17年了 应该是台湾少见任期很长的市长 那当然也有人说 这选民就是喜欢喜新厌旧嘛 但是这段时间呢 我们也看到胡志强也打出 一支所谓的成绩牌出来 那对于对手林家荣 他说他也深耕在 深耕在台中十年 那我们想说袁老师 根据您在台中的观察 到底这个喜新厌旧的氛围 能不能打败所谓的正绩牌 从一刚开始 因为胡志强正式宣布要出来参选 时间是很后面的 所以让林家荣有比较有多的时间呢 先去把整个议题先设定好 那他的议题设定很简单 两个 第一个 市长坐太久 第二个 过去13年完全没有政绩 那如果选民刚好看到这个 他也觉得有道理 但是随着时间慢慢慢慢的移进了 接近了选举 可以发现第一个 13年坐太久的问题 好像也不是问题 因为如果今天10年叫深耕 那13年应该是超过深耕 而13年坐太久 可能这个论述啊 对台中市的市民来讲 基本上 并没有办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说市长坐了13年 但是因为县市合并以后 对台中县来讲 他也刚刚第一任而已 所以也没有13年 所以这一个所谓的这个金箍咒 就被破解了 第一个 第二个 他说13年 过去13年 都没有任何的建设 但你可以慢慢发现 很多的建设就往铺陈而来 包括BRT 包括74号道路 而且又最近刚刚开幕的 这个洛城开幕的 这个国家歌剧院 那个吸引很多很多人来参观 吸引很多很多人来看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发现说 这两个金箍咒 随着时间的地移 慢慢就破解掉了 所以喜庆宴就固然是 一般人的想法和看法 但是在两相比较之下 好像这两个并没有办法 说服选民 但是而且另外一方面 如果今天你生根了十年呢 那大家对林教龙最大的质疑是在于说 既然你生根十年 那还是 而且非常有钱的情况之下 你为什么没有在台中落户 那他一直讲 他说要靠缘分 因此有人就怀疑说 如果今天十年都没有缘分 那我相信你大概跟台中市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缘分 那第二个呢他说 胡市长都没有太多的政绩 但其实 林佳龙他所提出的很多的政见 看起来也不太具有说服性 我随便举一个 就是说 八公里美费公车 那林佳龙提出来未来要十公里 但这个事实上 这个看起来 我觉得在行政执行上 还是有些问题的 那另外他对于中区的建设 他认为中区始终都没有改进 但是他忽略了他自己是 中南东西区选出来立法委员 所以自己设了一个局 而自己又被自己打嘴巴 所以慢慢民众 我觉得刚刚这个程老师有谈到了 这个台中市的市民是非常理性的 在很多的论证 未来一定会回归到基本面 而对台中县来讲 它是因为是一个派系 所以那个人际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所以您觉得是说 如果说派系如有有整合 特别是过去的台中县的派系有整合 这样对胡志强的这个选举应该有帮助 但是因为胡志强长长期以来 大家对于台中的治安是有所质疑的 包括所谓的贫富问题 还有市政的规划 也有一些的不满 那我们是不是说这些到底会不会直接反映在 选票上的谢老师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讲的那个做太久的问题 因为绝大多数的民主国家 就是行政首长就是两任 就是8年 那在特别的情况下有可能到12年 那美国的总统现在也是两任 然后顶多是10年 所以他这个民主国家 这样的一个这个轮政任期 其实是有他的这个基本的道理 所以这个就反映在 这个包括过去一年多来 林嘉隆在这个声势方面一路的这个领先 那刚才提到一个这个建设牌的这个问题 我想就是建设牌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功能 但是如果是经济牌的话 经济牌一向是国民党的牌 但是因为中央大气候的这个关系 现在这个贫富等等这个问题 这张牌已经不是不是国民党的牌 也因为这张牌的关系 现在这个中坚选民这个增加 所以这个我想 这个原先的一路领先的这个结构 可能受到最近因素的影响 有一些这个缩小 但是这个领先的结构 继续是存在的 所以谢老师您的观察是这样 但我们回头来看 就是说在这段时间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的候选人 他们试图想 想要打出所谓的经济牌 还有中国跟韩国签FTA 所以台湾你不赶快急起直追 就会怎么样 那当然也有人说 毕竟有一些的议题是属于中央的议题 那对于地方选举 地方选举来看的话 这所谓打这个经济牌 秦老师您确认说到底有效吗 他对于一定的这个选民还是有吸引力 例如说以台北市来讲 这是打经济牌打的最猛的 其实是在台北 那再加上台北原本的这个选民结构 所以呢他一定还是会产生 该有的这样子的这种诉求力量 可是呢过去可能会对这样子的这个议题 开始产生动摇 而因此去思考他投票倾向改变的这一群 这一群呢他们特别是透过这一次从网路上面 网路上面其实是群体反攻 反攻这一次的这个FTA牌 跟这个我们的这种经济牌 所以呢他反而呢形成某一种的反效果 这是我自己的这个观察 所以信者就横信 原本可能相信的反而在这一次的这个网路反攻的情况之下 他很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反弹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两岸派 有人说这一次中共就默默地观察 台湾的选举没有出手 那有人表示质疑真的没有出手吗 还是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曾老师 绝对有出手 有出手呢 那不过呢 他这很含蓄的出手呢 因为他的中国那边的话呢 自从太阳发的话呢 他的策略是改变了很多 为什么呢 他觉得说那个他要拉海这个台湾这里 他要拉一个有影响力的 你就没影响力了 他没要求 其一个例子呢 他现在几乎放弃马英九了 他对马英九是没报任何希望 他说你的民调那么低 那所以这种情形呢 像连胜文 照理说他要很积极的 事实上有没有找台商 有啦 那个国民党呢 等于说他们的很多单位 都还可以去那边做一些那个 那个选举的活动 所以说他们中国还是有 有喔 他们不觉得说动作很明显 他也知道说这个连胜文 他的这个条件呢 是变得很厉害 所以他现在有一个原则 我要拉有影响力的 包括利的都没有关系 就你如果基本条件 你要有影响力 你如果没有影响力 他没要求 所以目前他应该去的 是没办法 是郭台铭呢 还很迷信 认为他有影响力这样喔 但是事实上有问题 郭台铭呢 他这个打这个经济牌的话呢 以前有用 现在完全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你告诉他很多数据 告诉他FTA 人民听不懂 人民只有感觉 我这样过得好不好 我这样过得很难过 你跟我讲经济牌 你又不是在野党 所以我跟你说 尤其是联盛文呢 他也是打经济牌 那也是把郭台铭拉去的话呢 我就跟他说 我像一个白铭台铭 牌这个佛罗 我这个佛罗里面的灵灵 可以抵百遍 人家问他说 你自己白铭 你说医不好 你还医人要医百遍 所以像这个情形 严重的是 现在人民觉得他经济很不好 那你给他数据 他不懂 那所以现在打经济牌 我想应该没有用 您觉得没有用 一样因为经济牌 有时候是牵涉到 所谓的中央执政 那我们知道在今年 不管是黑心食品 黑心油品的相关问题 外加到所谓的经济因素 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有人认为说 中央的执政成绩不佳 那新老师您观察说 这到底会不会反映在地方选举 还是说其实民众也很清楚 你中央 中央归中央 地方归地方 民众会自己自动切割吗 所以我们在许多的 这个媒体评论述上 会把中央跟地方的这次选举 把它这个挂钩 特别是在台北市 台北市有不少人 把那个联盛文的选情 有一大部分的原因 把它归注为中央政府执政 但是我们持平而论的话 在这次整个地方选举里面 其实中央 他的这个整个执政的 这些问题等等 是不是真的带到 我们这次的选票的这样子这种走向 我自己个人是比较保留的 特别是以台北市的 这个选举来讲的时候 我想候选人本身的这样子 这个因素 以及候选人背后 所代表的这个价值 恐怕因素会比较多 那至于台北以外的这个地方 就更加明显了 例如说像在高雄 高雄的话 跟中央执政这些议题 基本上是没有扯上关系的 那其他地方上的这些 不同县市的话 更多其实是 背后其实是派系家族 或者是他们自己 在地方上的这些正情的这个议题 所以我自己个人 并不认为在这次六都选 九合一选举里头 它有非常明显的 这种中央跟地方 两个因素 互相干扰的 这样的这种情况 好我们观察到 一些现象面之后 我们要回头又来再看到地方选举 这一次呢 我们刚才有看到的 就是说 有人说云林 云林很可能绿地会被变蓝天 那云林如果说 这个绿地变蓝天的话 对民进党来说 恐怕是一个打击 一个打击 我们刚才说的 民进党很希望能够翻转中台湾 但是如果依照现在大概 恐怕是雪晴也有一些的 紧张的状况来看的话 那云林这个县市 你说人多好像也没有多到很多 因为很多乡亲都屡外去了 但是呢 它是一个 你如果这一块地方是失守 你不仅没有进到大安西 往前进到大安西的话 你可能是还退回到佐水溪 这对民进党来讲 是不是也是一个严重的 是 我们常常讲说 跨不跨过佐水溪 因为佐水溪的南边就是云林县 所以是一个指标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是 南部各县是轮到民进党手里 比较晚的 其他的像台湾高雄都1990年代 昏林是2005年才轮到这个民进党手里 然后执政的这个9年 那它的结构 现在当然就绿军的这个结构 尤其选总统的时候 绿军的这个结构强很多 但是呢 如果不是选总统的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派系的这个影响力 就增强很多 那地方的这个张派 他们在隆飞 水溪飞 溪飞这个部分 有充公的这个势力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苏之辉是执政9年 他有很坚强的实力 所以这一次是非常的激战 那里昏林 我们现在谈了 中央的施政对地方有没有影响 不是政策 不是他施政的问题 是那个执政者 他这一次呢 因为他对那个地方派系不重视 我们平平讲马英九 马总统他对地方派系不重视 那又引起内斗 所以只要他的人脉松动 所以你看呢 那个台北的苏生昌的选举 跟那个柯文哲 那选举的模式一模一样 那以前为什么动不了 现在动呢 实际上是国民党呢 那个那个酸郎那些 人脉那个人他松动了 那让柯文哲有机会吸收 那越南部 那人脉的影响力也越重要 那事实上引领喔 那个酸郎他接政 我们来看他怎么接政 他第一次动算的时候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引领的许家 不希望那个阿蜜子整个胖 这是重点 所以许家并没有说 投进去的选举 因为以前呢 在婚宁里面 好像有阿蜜子没过面当 以前就是这样 就是张荣卫 就是引领的王 那根本没有人想到的国民党 但是许家呢 有一点这个邋遢那个祸脚 所以那个让孙之芬呢 是选胜 第二次孙之芬当选 那怎么当选呢 刚刚要选举以前 刚刚有这个立法委员播算 立法委员播算呢 那个国民党提那个张耿辉 那张辉言他维绩的竞选 张辉言是谁 是张荣卫的一言大将 他一辈子都跟着那个张荣卫 那现在张辉言呢 他是涉及这个追理系统 张荣卫 他是拿到荣卫系统 他合作起来 根本是引领都是他的天下 结果那个张辉言呢 很乱叹阿蜜 我对你整死人 你中的关头 你没有帮我忙 那个张荣卫不敢帮 因为他是国民党是提名张耿辉 那结果两个人选起来都是2万多票 那张荣卫就很生气嘛 选完了张荣卫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妹妹已经提名要参选县长 马上宣布退选 他不敢选啊 他的第一人大将的话呢 就是那个水利会系统的张荣卫要还他嘛 那所以那时候临时又征召一个 仙人跟师尊险 所以师尊那时候大胜 那现在就说 那个张荣卫呢 史家他拉 张荣卫又拉 所以那个尤其是那个引领呢 当初呢 其实基层那个打得很稳呢 是刘建国打得很稳 但是那个苏智芬支持现在的那个候选人 那民调他上去 所以那个有一点那个人脉的话 也拉不大起来 所以蛮危险的 所以所以民进党 民进党在云林其实不见得乐观 对不对 那另外我们再持续在关心在中台湾 像这次的张荣卫现场选举 张荣卫现场选举 那有人说这是两党会PK 但是一样的就是国民党 袁老师国民党其实还是这张荣卫是蛮传统的吧 应该不会畏惧所谓的民进党的这个挑战 虽然民进党会觉得他有乐观有成长 其实这个 张荣卫也是很调诡的地方 因为国民党党之间都有内部的自己的矛盾 那对国民党来讲 他的内部矛盾是林昌明跟卓博文之间的矛盾 他的恩怨就这样结下来了 所以国民党内部有他自己的矛盾 虽然林昌明得到了另外其他人的奥援 包括农会 农田 水利会 郑如芬等等的奥援 但是内部如果没有这个卓博文讲yes 可能对他来讲也是很大的压力 那对于魏民谷来讲他当然气势如虹 但是他内部也有问题 因为黄汶林出来参选 虽然用武党籍的台联武党籍的民意来参选 他或多或少也会拉掉了魏民谷范律的选票 所以两者之间都有内部这个 不为人知的一个痛苦 所以在彰化到底谁会胜负 其实很难预料 那这边所说的说这个民进党自己评估 在里面还有选情胶着的彰化 真的是非常胶着 所以不到最后可能也看不出最后谁会赢的 那个欣老师您觉得我们刚才看到的 谈到的都是地方的选举 您觉得在这一次的地方选举上 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 还是说其实又回归到蓝绿 又回归到所谓的地方动员 蓝绿一直是台湾在过去这一二十年来的 这样子这个民情结构 跟我们这样的这种政治结构 但是呢我自己个人的观察是 差不多从2010年11年之后 其实它已经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这种力量 也就是说呢 对于蓝绿之间所产生的这种对立状况 开始不耐 可是那力量原本非常非常的小 2011年12年再加上接下来的红中秋事件 这个力量越来越显著 到2013年去年红中秋事件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力量呢 它其实已经开始在互相的交流 太阳花呢只是在这个部分里面的一个某一个催化剂 那这个部分呢是台湾社会的一个趋势 它虽然呢还不足以呢变成是撼动我们原有的这个结构 可是它会冲击 所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是说呢 台湾的社会在经过了这20年的发展之后 往下它会开始出现某一种的这样子的这种结构调整 那我们可能要再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 才能够让蓝绿以及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呢 它不能称为第三势力 而是非蓝绿的一个这样子的这种公民势力 能够再一次的这个磨合 或许我们不见得可以很快的看到它的这个结果 但是我觉得它的结构是在改变当中 如果重新老师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年包括分配 财富的分配 还有社会正义的这些相关的议题 可能逐渐的出来 那也可能逐渐在改变台湾人的观念 跟很多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比如说可能在经济牌不是唯一的有效的 可以抢打的一个抢打的牌子 那你可能要考虑到这个候选人对这些相关议题 或者说现在的民众对这些议题是不是更注重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情形产生了 谢老师 是 是这个样子 现在这个是台湾的这个主要议题 以前我们是一党独大 后来就变成两党应该是制衡 这个政党政治很正向发展 结果也变成两党这个独大 没有办法解决真实的问题 两党互相对立的结果 就导致刚才所讲的就变成了贫富的这个问题 政商的这个问题 那现在 刚才欣老师提到的就是 100年之后开始有这样的转变 这个我个人很同意 那要怎么样来制衡这两个党 新兴的网路平台 以及新兴的年轻的这个族群 他们觉醒了 他们从那个洪秋春命案之后 到这个太安花学印 他们展现了 他们对这两个党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他们愤怒不满 以前没有办法去制衡 现在发现有一个这个力量可以制衡 所以现在就是两个党 哪一个党能够真正的注意到这个问题 而提出具体的这个办法 哪一个党会赢 那我觉得柯P这次提出来解决第一步就是 他不要这些对立嘛 他开始用这个 他资源比较少 他打这个这个牌 但下一步呢 下一步民进党要认真思考说 有没有好办法 他没有把好办法 民进党没有中央执政 资源比较小 民进党会比较自贵 但是我们等一下要持续回到现场 要来讨论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的 你说是台湾的民众的一些想法 看法 随着许多的社会议题都出现 有一些改变 但是这个改变 到底是有改变到年轻人的这一块呢 还是说30岁到40岁 他也有改变 那当然也有人说 这次的选战在某些地方是50岁以下 跟50岁以上 正在做一些世代的改变 待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现场 这次的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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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劳工的议题 人权的议题 这些好像逐渐在改变 台湾的年轻人的一些想法 那我们刚才问的说 有人说改变的也是 包括了30岁到40岁这个世代 那当然也有人说 这场的选举表演的 或许是50岁以上 跟50岁以下的 那像陈老师 陈老师 那您觉得说真的有吗 50岁以上的有改变吗 还有这些议题 真的对这些年轻人还有中年人 有所冲击吗 真正改变是他的生活改变 那还有很多人结醒了 记得以前大概 那个陈水扁逐政的时候 那个有一次那个 考试验做了一个那个 18%的改革 刚好碰到三合一选举的话 全部垮掉了 民进党全部垮掉 因为金公教抵制民进党 非金公教不稳不稳不稳 但是现在呢 国民党他自己那个也要改革 那为什么呢 现在非金公教他也留意了 为什么不一样呢 所以现在很多人这个觉醒 那觉醒的那个跟他生活有关 这个情形就是说 会造成国民党的人脉松动 所以说那个主持人不晓得 有没有觉得一件很奇怪的问题 这次美国的其中选举 那投票了多少 三成多而已 非常低 那我们以前修宪的时候呢 公民的护决呢 投票了多少 两成多 那事实上呢 不要说台湾呢 在于美国 关心公共政策的人也很少 但是美国他不关心公共政策 他不要出来投票 在台湾呢 不关心公共政策 变成投票的部队 所以台湾可以冲到七成八成 有一个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意识形态 一个是人脉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大家都舒服了 这在认识哪的 跟列个这两个 那就是对一对 那些都没有搞注意 就说这个人脉 这个是国民党是最大的力量 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 在高雄大家很清楚 高雄以前吴敦亦跟丁俊兄在算 吴敦亦赢9万多票 所以当天后来是 因为录影带的问题 就是白兵录影带是显胜 但是现在变成那立的天下 那是什么原因 是国民党的人脉解体 为什么以前国民党 在高雄那的人脉 是丹甲 王甲 朱甲 三大家 丹甲他们经营银行 退出政坛 王甲和朱甲 有一些官司问题 他的解体 三大家族一解体的话 那结果新的人脉系统 就是国民党在法医院 大家都在唱人 民政党跟着唱 所以这个国民党的人脉 是解体 这也蛮重要的 所以在台湾的话 要有染变力 并不是意识形态改变 是国民党的人脉 松动解体 通通是这种情形 很少说有什么意识形态改变 像我们刚才讲的是 刚才那个分明 分明就是他人脉松动 所以您觉得是说 可能在地方选举的部分 至少在地方选举的部分 可能还是一些人脉 人脉 决定一切 另外我们也来看看 这一次的一个选举 所以每一场选举 有人说 你也不能说这一次 是完全所谓的其中选举 但是呢 它绝对跟2016 2016有极大的关系 如果这一次国民党 惊险地保住原有的席次 甚至可能在有些地方 还小会有展过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 有一些现实是PK的很厉害 包括云林 包括云林 这种地方 好 那不管 当然就算国民党输的话 那个马总统也不用辞 国民党的这个党职 但是呢 我们可以说 好 进入了这个 后马时代 进入了后马时代 那如果这是国民党 假设输的话 假设输的话 那是不是党内也会有一些 要求改革的声音出来呢 我觉得当然应该是会的 虽然他仍然是持续做他的 党主席 但是如果今天 国民党输了台北市 或者台中市之后呢 我就会相信 很多的指责声音声浪 都一定会群起而起 因为他们会把很多的责任 归罪于中央的很多的政策 并不完善 受到很多的质疑 我想这个对他来讲 当然不会 不至于达到最后逼宫的目的 但是最起码 在国民党内部 在整个接班人选的 这个排列上面 可能会面临非常重大的 重新的组合 所以马总统 应该可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 如果今天民进党输了 或者所谓输了 譬如说台中市没有拿到 或者是彰化没有拿到 就是说决战大中台湾 并没有如蔡英文所愿的话 那可能他也会受到很多的质疑 因为他负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他必须来证明 他有这个能力 带起民进党 往2016年的总统宝座 往前迈进 如果他在中部输掉了之后 可能很多群体的英雄 就会上来质疑他的能力 挑战他的能力 所以这个可能也不太利于 蔡英文在追逐 2016年的总统的宝座 所以双方都有一些 自己的问题存在的 新华士您是这么看吗 基本上看法大概雷同 那我们是其实当然包括了台北 如果说台北 那很多人还是觉得说 可能国民党的基本盘 包括不管他是深蓝浅蓝 到最后恐怕都会归对的 归对的话 那这一次民进党自愿 让出台北市这个部分 会不会也成为党内之一 小英的声音呢 陈老师 这一次的选举的话 如果是国民党赢了四都 那民进党就垮下来 民进党赢了四都 国民党不一定会垮下来 原因是这样 国民党跟那个民进党呢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国民党呢 因为他早期是一个独裁政党开始 那党中央他有很大的这个权力 所以资源跟人脉 国民党的党中央有人脉 所以他还是这个结果还是很完整 所以国民党的话是有一个老大 那底下很多大老 他这个结果很完整 民进党呢 他是从在野党开始呢 都没有人经过的那个别人提拔 说个人都个人自己打命出来 自己打命出来 所以民进党每一个都是老大 大家都是大 大家都是老大 所以当他政治版很大的话 那惨了 他一大位老大 所以假如民进党赢了四都 我也不敢讲他2016已经赢 在这所差别的差别的时候 你赢了四都了之后的话呢 那个马英九他这个起要怎么下 事实上办马英九现在起 他已经下得非常好 为什么 第一个他那个已经 那个全国代表大会呢 已经是让他这个连任党主席下不来 第二个让他让王金平的团队解体 那个王金平他要上诉的时候呢 他国民党有很多人说 你最少没来赢了 但你订院的时候呢 他的任期已经满了 他还是上诉 在上诉还没订院以前呢 这段时间王金平不是中国国民党的打击 他中的判施不能参加 到异攻一力还没定应的话呢 他什么都不能选 所以他要让他的这个团队解体的话 对那个马总统他的布局 比较容易布局 那所以呢我一直认为呢 对马总统不会有影响啊 所以这场选战不管如何 对马总统都不会有影响 但是对民进党恐怕有影响 有影响 谢老师你也是这么看吗 我想因为民进党没有中央执政 相对的资源比较少 所以对民进党最好的方法 就是说第一 他的整个路线要调到符合 现在的这个主流价值 这个主流价值就是说 要多谈正向的一些方法 而不是只有一纸反对 比如说经济方面 国民党把经济弄得这个贫富不均 民进党不能只有NO 要拿出办法来 这个部分如果做得好 那这个执政才有机会 另外就是说 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选举 我想喔 民进党过去 常常在厮杀的很惨烈 那厮杀以后像08年 厮杀以后 谢长廷出现 但是苏贞泰来当副总统候选人 那12年 蔡英文出现了 苏贞泰当这个主任委员 那我想应该树立一个方法 就是说 先竞争再合作 先竞争再合作 就是要参选的人都可以来 经过一个非常公平 机制的这个竞争 然后 但是要达到这个竞争合作 一定要怎么样呢 一定要 就是过程 要多谈正向 多告诉台湾老百姓 你有什么好办法 不是整天这样先把对方想把他戳败 这个是民进党要做的 那国民党我觉得 刚才那个陈教授提到了 马英九继续是大佬 所以我想这个布局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吴敦力了 好 那对不起 欣老师我想请教一下 其实我们会看到的 我们还是要谈一下就是说 相对的这些社会议题 大家的一些很多的想法正在改变 我们这次也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 出来参选从里长 或者说参选议员 甚至有的是说 他从太阳花学院里面 他被淬炼出来 他愿意投身在政治里面 但是 这些年轻人要从政 有的也不加 他就是不加入民进党 也不加入这个国民党 他们就是 但是在台湾 你就算他从最小的里长开始 村里长开始选 你就容易吗 没有政党的奥远 不容易 但是他没有机会 就是说基本上呢 我并不会觉得就是说 这样子这种背景出来的人 在目前的这个台湾里头 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 如果说我们说 之前的那个选举的话 大概都是陪榜 但是现在恐怕未必 也就是说他 即使他这次没有当选 但是他会获得一定的认同 再加上一次继续累积的话 那就非常难讲 您觉得说 年轻人从哪里开始 还是有机会的 陈老师 那个民进党比较麻烦了 其实我不承认民进党是一个党 他只不过一个派系联盟而已 他派系联盟呢 他所有的各派系的资源独立 还有人脉独立 所以之前非派系都非假了 对 人脉独立 那那个像这种情形的话呢 那个像挤一个例子 事实上在社会上的声望 现在可批了 比蔡英文的话 那个富士上还要高 但是他有没有办法闯出来 没有 因为民进党 那个派系的人脉 都已经布置得很好 你没有办法去突破 因为国民党有人脉 民进党也有人脉 2014-901选举 2014-901选举 国内史上规模最大 牵动民我的生活 也牵动台湾未来走向 公司新闻将提供您最新最迅速的开跳结果 来自各地的现场连线 以及权威专家的即时分析 11月29号下午4点起 请锁定公司频道 决战2014-901选举 特别报道 白色的真实与虚假 人们对白色的渴望是什么 白皙的脸孔代表美丽 打猎涂抹的白皙代表生存 从日本异季 到意大利威尼斯面具节 带您看见纯净无暇的白色 魅力四色 周日上午10点就在公司频道 这是我第一次去台湾钓鱼 重点是我们现在要钓到 没有钓到 晚餐就没下落了 咖啡船不要抓绳子 重心往前 你脚抽筋 每天在打球脚会抽筋 好凶喔 待会在最上面 就可以完成你的愿望了 我真的不知道台湾有这种风 很漂亮对不对 太厉害了 这杯咖啡 是我们这一辈子 喝过最爽的咖啡 OK 科技天才与情报探人 多个预防罪案发生 迈可爱陌生 吉姆卡为主 吉姆卡为主 一半追踪第二季 周一至周四完整十一点 就在公式频道 2015公式寒假游戏本来咯 想知道见识人员如何采集正物 让头发竖起来的静电是怎么产生的 竹节虫为了生存 是否会主动选择停靠在跟体色相同的环境里呢 这些好玩又有趣的科学活动 都在留言探索追追追游戏本 内容融合趣味科学和生态探索 让国小中高年级的学童享受学习的乐趣 请快上公式网站申请哦 周五晚间十一点半 深夜食堂第三期 就在公共电视 深夜食堂